那天我正在和爷爷奶奶吃晚饭 突然门外传来一个奇怪的怪叫声 爷爷那是什么了 好可怕 闭嘴 有邪碎 别说话 老婆子你赶紧去把那件衣服拿过来 老头子 你说的是那件衣服吗 没错 就是那套 磨蹭什么 赶紧穿上 爷爷这不是兽衣吗 赶紧穿上别废话 穿上了赶紧跟我来 接着爷爷把我带到一口白棺的面前 赶紧躺进去 什么 我还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躺进去了 少废话 今晚你就睡里面 再不进去一会邪碎 进来了你就死定了 此时门外的敲打声越来越大 爷爷快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在里面害怕的时候 可以打几把王者撞撞赶 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玩游戏 命都要没了 手机给你 爷爷把手机给了我 给我盖上了盖子 就急匆匆的出去了 此时的我正在里面玩台位 突然一阵凉风吹了进来 激起了我一身鸡皮疙瘩 一个女性从白棺外面 飘了过来 闺女是你吗 闺女 娘来找你了 接着这个玩意 伸手进了白棺里 把我从头到脚摸了个遍 然后把我的手机也摸了出去 全体进攻下路 不是闺女 不是闺女 我闺女不打王者的 于是这个玩意 就把手机还给了我 然后飘走了 直到第二天 村里的鸡叫声 把我惊醒我 才赶出来 我昨天一定是在做梦 一定是假的 等等 这两只血红色的手印 是怎么回事 难道昨天的不是梦 于是我一愿 而初冲到了卧室 去找爷爷 只见爷爷躺在椅子上 纹丝不动 怎么叫唤他都没反应 于是我伸手 试探了一下爷爷的呼吸 我顿时如刀雷击 糟了 爷爷没气了